塔莫德里 塔莫德里有什么秘密? 全世界,犹太人数量1600万人,只占世界人口的0.3% 全球顶级企业家,犹太人占1% 20世纪诺贝尔奖中,犹太人占1% 洛克菲勒、爱因斯坦、巴菲特、马克思、弗洛伊德 他们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秘密就在塔莫德中 犹太人的信仰来自圣经,智慧来自塔莫德 塔莫德是犹太人在颠沛流离的历史中 总结出来的做人、经商、社交、育儿的心血智慧 犹太人的智慧有哪些呢? 第一,选择大于努力 犹太人无论何时,都会想方设法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 第二,时间就是王牌 商业竞争就是时间的竞争 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这是犹太人最大的智慧 第三,没有金字就种花 改变不了环境,就学会改变自己 第四,教育就是财富 两千多年流浪实力,犹太人意识到,什么都可以被掠夺走,除了书和知识 好了,就让我们赶紧开启这本书的旅程吧 今天咱们来讲塔木德 比如,他们就从来不会把登三轮,扛麻袋的工作,看成是低贱的 也不认为老板或者经理就是高人一等的职位 因为钱不管在谁身上,都一样是钱 并不会因为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中就不是钱了 因此,他们在赚钱的时候,不会把钱分为高贵的或者是低贱的 即使他们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并不理想,也从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另外,对于钱,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金钱无姓氏,更无履利表 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赚来的钱,那就是心安理得的 所以,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尽量赚取更多的钱财 不管这些钱是知识分子通过脑力劳动得来的 还是农夫卖出了产品得来的,都是收之无愧的 咱们可以先通过以放债发迹的亚伦的故事 来看犹太人是如何赚钱的 亚伦是移居英国的犹太人 他打工的时候积攒了一点钱,开始做些小生意 由于他的努力,生意不断扩大 这时,他的资金周转不过来了 只好向银行借钱 但是他通过实践,发现向别人借钱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这往往与商业经营获得的利润相差无几 而且,他还觉得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钱 大部分都要交给银行,风险还比银行大 不如自己也去从事放债业务 果然,几年后,他开始了放债业务 他一边抽出部分资本,带给急需用钱的人 一边维持小生意经营 另外,他又从银行带来利率相对较低的钱 以较高的利率转贷给别人 从中赚取差额利润 有些人着急用钱 他宁愿以月息20%的借贷 这样一来,就等于100元放贷一年 就可以得到240元的回报 这比做生意要划算多了 亚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使得自己的财富不断的增加 就这样,直到亚伦63岁去世时,留下了一笔巨额的财产 犹太人一向把金钱当作世俗的上帝 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上帝之外,就只有金钱 是最值得人尊敬和重视的 所以犹太人在追逐金钱 聚集财富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 使他们在世界民族之灵中 占有一席之位 另外,犹太人在经商的过程中 始终坚守着一点 就是他们对顾客没有一丁点成见 总是平等对待 因为在他们看来 成见会破坏了可以赚钱的生意 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不管犹太人居住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也不管他们拥有哪国的国籍 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同胞 并且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住在美国的一位名叫 何利·威尔斯顿的钻石商人 他曾联合全世界的犹太钻石商 组成一个庞大的集团 对其他国的人做生意 又比如 居住在瑞士的犹太人 他最能利用中立国的特性 同时联络美国的犹太人 和俄国的犹太人 来从事国际性的交易 因为在犹太人的脑海里 是没有意识形态之分的 为了各自共同的目的 他们可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共同对付外人 犹太人在经商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就是 贸易之中无成见 要想赚钱 就得打破既有的成见 也就是说 只要能达成和对方生意的协议 顺利地从对方的手中赚到钱 也就不用管和他们交易的对象是谁 不管他们是哪国人 只要有钱赚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交易对象 咱们再来看一个关于金钱不分贵贱的小故事 有一位演讲者在一个公众场合上做演讲 他先拿起了50美元 高高地举过头 问 大家看 这是50美元 崭新的50美元 你们有谁想要 他话刚说完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然后 他把那张50美元的纸币 在手里揉了揉 纸币瞬间变得皱巴巴的了 然后又问观众 现在还有人想要这50美元吗 在场所有人又举起了手 随后他又把那张纸币放在地下 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 纸币已经变得又脏又烂了 他拿起钱来 又问 现在还有人想要吗 结果还是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于是他说 朋友们 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钱 他不会因为你揉了他 你把他踩烂了 他的价值就会有任何的变化 他依然可以在商店里花出去 那么为什么那张钞票 在那位演讲者的手里揉皱了 又被他踩脏弄破了 还是有人想要他呢 那是因为钞票就是钞票 钞票是没有高低贵贱的 他不会因为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就有所差别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价值 和其他等面值的钞票的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 只要他们的价值一样 那么钞票都是平等的 而犹太人就是这样的观念 他们从不以自己做的生意小而自卑 在他们看来 所有的生意都是由小做到大的 那些成天只想干一番大事业 对一些小生意提不起兴趣的人 到头来也只会一事无成 因而在他们的经商历史中 他们从不会喜大厌小的 他们还喜欢把钞票不问出处这句话挂在嘴上 实际上就是在教人们 创造和积累财富时 必须要处心积虑 巧补商机 巧用手腕 所以我们想要赚钱 就得打破既有的成见 这也是犹太人经商得出的经验 毕竟主观区分钱的性质 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那样做 不但浪费了时间 而且思想还会被束缚住 十分的不自由 今天咱们来讲塔木德 犹太人的经商智慧中的第二节 赚钱天经地义 咱们先来想一下 为什么犹太人可凭借自己的智慧 就能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为什么他们面对疯狂的杀戮 仍然精神不死 为什么在世界群雄争先崛起之时 他们超级商人的黄金蚁 仍然毫不动摇呢 这是因为 他们一直拥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犹太人认为 赚钱是天经地义的 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如果能赚到的钱不赚 那简直就是对金钱的犯罪 是要遭上帝惩罚的 另外 对于金钱 犹太人既没有 敬之如神 也没有恶之如鬼 更没有既想要钱 又羞于碰钱的尴尬心理 毕竟对于犹太人来说 金钱一直都是干干净净 平平常常的 所以 赚钱 自然也要大大方方 堂堂正正的 十九世纪的南非首富之一 犹太钻石商人巴奈特曾说过 始终和现金或现金之类的东西打交道 喜欢钻石 金棒和纸币 还有一位英国犹太富商 欧洲的第三大食品生产和经营集团 卡文哈姆公司的老板 哥德文密斯爵士 也特别迷恋现钞 他还有这样的怪癖 就是在他卖东西的时候 一般都要求别人支付现金 但是在买别人的东西时 他却尽量地用股票 或者用长期奢购的方式进行结算 这也恰恰说明了犹太人 奉行彻底的金钱主义 犹太人还认为 金钱是上帝给的礼物 是上帝给人以美好人生的祝福 他们对金钱的热爱 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生存的需要上 还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是美好人生的必须的手段和工具 简言之 金钱就是犹太人现实的上帝 那么 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 金钱这位现实的上帝 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救赎犹太人的 17世纪的荷兰 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 荷兰已经一方面 摆脱了西班牙的军事政治统治 另一方面 也摆脱了宗教的干涉和纷争 以至于商业发展很快 它的资本总额 比当时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总额还要多 1654年9月 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航船 由巴西抵达和属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小行政区 新阿姆斯特丹 这里是属于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前哨阵地 五月花为北美带来了第一个犹太人团体 23个祖籍为荷兰的犹太人 他们是为了逃避异端审判 而来到新阿姆斯特丹 但当他们筋疲力尽地抵达这里时 出于宗教的偏见 当地的行政长官彼得 施托伊夫桑特却不允许他们留在当地 而是要他们继续向前行情 并承请荷兰西印度公司批准 驱逐这些犹太人 但是 施托伊夫桑特没有想到 当时的荷兰已经不是中世纪的荷兰了 犹太人也不是毫无权力和任人宰割的 这些新来的犹太人 一方面据理力争 一方面设法与荷兰西印度公司中的犹太股东取得了联系 在犹太股东 也就是施托伊夫桑特的雇主的有力干预下 这个小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不得不收回成令 准许犹太人留下 但保留了一个条例 就是犹太人中的穷人 不得给行政区或公司增加负担 应由他们自己设法救济 当然 这个条件对犹太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自大流散以来 犹太人就没有向基督教会乞讨过 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自己 从此 这些犹太人就此定居了下来 并且建立了北美洲第一个犹太社团 再往后 这里发展成了北美洲最大的犹太居住区 对于金钱 犹太人是大大方方的事前如命的 而咱们中国人在赚钱的时候 往往会特别注意钱的出处 认为规规矩矩的工作所赚的工资是干净的钱 相反 在犹太人的眼中 钱是没有区别的 他们认为只要是钱 就应该去赚 所以犹太人 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拜金主义者了 我们经常说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这方面 犹太人也是非常现实的 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 而赚钱是求得生存的手段 当他们将金钱放进钱包的时候 自然不会考虑金钱的来源 而这种金钱观 也为犹太人赚钱减少了障碍 开辟了不少的裁员 所以 咱们要想赚钱 就不要顾虑太多 不能被原来的传统习惯和观念所束缚 要敢于打破旧传统 接受新观念 咱们先一起看一个小故事 看一看犹太士兵 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国籍 来为自己赢得赚钱的机会的 犹太人威尔逊 还在当兵的时候 就发现军营中的白人士兵们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他们总是等不到发薪水的时候 就囊中羞涩了 后来他们看到威尔逊有钱 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借 而威尔逊自然也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但是同时 还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还清 并且附带高额的利息 那些白人士兵们早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也就满口答应下来 威尔逊收到这些利息之后 又继续攒起来 再接待给那些白人士兵们 对于没有钱可还的人 威尔逊就让他们 把他们自己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做抵押 然后再高价卖出去 这样 过不了多久 威尔逊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他还买了两部车和别墅 变成了士兵里面的大款 再说 那些经常过得山穷水尽 灰头土脸日子的白人士兵们 对威尔逊趾高气扬的样子 再也没有了 因为他们开始对威尔逊羡慕不已 就这样 威尔逊用自己的财富 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其实 金钱不仅仅可以购买到尊严 还可以购买到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很多东西 只有有了金钱 我们才能拥有大家所仰慕的生活方式 也只有有了大家对我们的恭维和羡慕 我们也才能有发言的权利 在今天 金钱已经是成功的标志 和人生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了 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 已经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今天啊 咱们来讲塔木德 犹太人的经商智慧中的第三节 与风险亲密接触 犹太人相信风险越大 回报越大 跟着风险走 就会发现财富 确实如此 犹太商人长期以来不仅是在做生意 而且也是在管理风险 而且他的生存本身 也需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意识 所以在每次山羽欲来 封满楼的时候 他们都能准确地把握山羽的来势和大小 如果这种事关生存的大技巧 一旦形成的话 用到生意场上去 就更加有人有余了 犹太商人也正是靠着 能够准确地把握这种风险的机会 才得以发迹的 咱们先一起来看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 靠炒股成为亿万富翁的犹太人猎晚 一脸慈爱地看着十岁的儿子 正忙着摆弄工具 准备捕获山鹊 猎晚儿子捕鸟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木棍 支起一个有很多方方正正的网眼的 圆螺筐的一端 在木棍上再系着一根很长的绳子 随后 猎晚的儿子又在立即的箩筐下 撒了一层稻谷后 就拉着绳子跑进了屋子里 不大一会儿就飞来了一群山鹊 猎晚的儿子仔细数了数 竟然有十五只山鹊 他们大概是很久没吃到食物了 很快就有八只迫不及待地跳到箩筐下 低头着实 猎晚不断地示意儿子赶紧拉绳子 但他的儿子仍不畏所动 还低声地告诉猎晚 我要等生下的那七只进去后再拉 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外面的那七只山鹊不仅没有进去 反而从楼筐下走出来四只 猎晚再次挥手示意 让儿子赶紧拉绳子 但他的儿子却说 不着急 只要再走进去一只 我就拉绳子 可是没过多久 又有三只山鹊飞走了 猎晚就对儿子说 如果现在不拉绳子 你将会失去最后这只山鹊 他的儿子仍然不甘心 肯定地说 总该有一些要回来的 再等等看 终于 最后那只山鹊也吃饱飞走了 他的儿子感到十分失落 猎晚便拍拍儿子的肩膀 温和地教训道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而机会则是转瞬即逝的 很多时候 人为了能得到更多 只知道盲目地等待 这不仅不能达成我们的欲望 反而会让我们失去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犹太人还认为 只要把生意做大 赚更多的钱 就要做到知己知彼 不能盲目地做事 最重要的是 要先获取一些影响整个生意的信息 对于这些 犹太人也是不惜花费很多财力和人力的 比如感冒风险 却能为公司带来新生机的富商福尔森 在创业的艰辛道路上 不仅有气势辉煌的气魄 更是借助这股宏大的气魄 来支持自己走下去 用自己的智慧 不断地挑战困难 也只有用好智慧这块翻版 他才能轻松地踏着波涛汹涌的海浪 积蓄冲击海岸的力量 铸造无畏前进的动力 最后拥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么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关于福尔森的故事 福尔森是一军美国的犹太人 他是个极有商业头脑的人 个人资产达到了上亿美元 小时候 福尔森的父母就已经是金融界 叱咤风云的大老人物了 在父母的影响下 福尔森很快对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并且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犹太人赫赫有名的金融大学 他大学毕业后 就开始进军金融业 他最拿手的便是炒股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获利15万美元 一时间被外界称为炒股奇才 当时年仅25岁的他 又用人生的第一桶金 买下了一个废弃的旧工厂 建起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专门经营玩具 从此福尔森便进入了商业 他凭着埋头苦干敬业的精神 拼出了一条财富之道 他的工厂盈利额每年高达千万美元 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之后 凭借着他已有的实力 开始收购兼并一些工厂 开拓自己的产业 他曾拆资300万美元 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 就这样 菲尔森用自己的方式 让工厂起死回生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佳绩 使这个工厂开始盈利 每年能达到上百亿美元 托尔森的高明之处 就是巧妙地运用了催眠打婚的计策 故意制造出一些假象 以此策动人心 让大众对企业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 企业由他接管三四年后 他就公开声明 给员工增加福利 红利要超过企业被收购前的福利 这就是相当于在张贴公司的老底 营造一个独特的创业氛围 使得企业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果不其然 这家企业在人们眼中看来 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公司 因此 公司股票的价格不断飙升 福尔森又趁此机会 将手中的股票一张不胜的全部抛售 竟然获利500多万美元 随后 福尔森又开始积极地收购 在当地业绩非凡 实力雄厚的一家玩具有限公司 这使得他成为美国年薪最高的经理人之一 其实福尔森之所以能成功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道 很难攻克的心理防线 就连一些职业的心理专家也很难攻破 而他使用的催眠打婚之计 就会让人大吃一惊 在用现实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心理催眠后 让他们失去理智 丧失意识 甚至感觉到自己好像要死过去一样 然后 使他产生对生命的渴望和需求 这样就能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再创辉煌 当我们安于现状的时候 我们就离布斯进取不远了 那么犹太人生无所惜的处世智慧 告诉我们 风险与机遇并存 要想在人生轨迹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就必须要敢于奋斗 敢于放弃 如果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由于一些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烂摊子 而停下脚步时 就要学会放弃 从这些障碍上越过去 就能够更接近成功 所以 别让眼前的一些小利益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疲软了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 这样才能看得更远 更何况 很多事情在没有真正完成之前 都是具有风险性的 常常会有一波未平 一波又急的时候 也常常会有看似平静 但内部实则暗藏危机的时候 商业场上更是如此 但是 一旦我们勇于去开始 敢于去克服那些困难 那么在最后 我们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毕竟在那些 看似难以捉摸的风险背后 往往隐藏着巨大的财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